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女生呢 是乌克这种还是伊能静这种角色 好 这也回谈 你能够买起门了吗 这下个赞 号称夺宝动作大片 帝国秘符围绕着争夺大明宝藏的一系列诡异事件展开 潘月明 伊能静 胡可牵扯其中 并形成了微妙的三角关系 然而当天的发布会 伊能静却意外的缺席了 那你要问他吗 那你是什么朋友知道他今天不能来呢 我是刚知道的 之前你们两个也没有交流吗 就这次 因为那个媒体刚报什么 我们俩绯闻什么来着八道这些事 我们就沟通 我就觉得挺可笑的 说到潘月明口中的这个绯闻 还得回溯到上个月 当时网络上曝光了一组伊能静 与潘月明及母亲走在一起的视频和图片 一时间关于潘月明伊能静项链的消息铺天盖地 当天其实有非常多人在现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是一群人的聚会 不是两个人的约会这样 把官司就对于你们俩的目随 能报过这件事 那你们俩沟通过这件事吗 没有 我是刚从瑞士回来 而面对外界有关伊能静 拿恋情炒作新戏的质疑 伊能静当时也撂下了狠话 我不会再为这部戏做任何的宣传 如此想来 伊能静此次缺席电影 《帝国秘符》的宣传活动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发布会上的潘月明神清气爽 看起来心情不错 不过私下里的他却并不轻松 今年上半年就一连接拍了三部电影 而起诉董结经纪人 任嘉英一事 至今也尚无定论 就是要打鸣一拳 然后这个月25号就又开庭了 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因为本来就是算是起诉方嘛 这种事情挺没意思的 对 所以就赶紧有一个了断吧 去年 潘月明与董结深陷婚变风波 甚至倒到了对簿公堂 与之相比 目前最受瞩目的彭飞分手 似乎有点好聚好散的味道 首先我觉得离婚 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对 但是我能表达的就是 我只能是 祝他们以后会更好 然后我很羡慕他们的分手方式